李冰冰英语好听又流利!原来高考试过肥老37岁先苦恋。 近日上映的和李博电影《极汉巨杀》由于是中资关系,拍摄场景,部分语言,女主角都是具中国味。 不过主要语言仍是以英语为主。 当中就有位中国演员能够以流利英语对答,对演技无影响,她就是中国影后李冰冰。 李冰冰在《极汉巨杀》中大守自己的英语能力,明显没有中式英文腔调。 即使李冰冰英文好也不是什么新鲜事,首次获正平是她在2014年,联合国气候峰会中的全英语演说,流利的英语,配上还可以的口音,起码你不会听到侧头,令不少人都惊艳你后的英语能力原来那么好。 但成功非偶然,李冰冰为英文下了不少苦功,特别是她当年于内地高考英文科只得150分之27分,英语能力跟好字完全沾不上边。 但加入演艺圈后,反而急起直追,令自己的英文贱的人。 或许是筹谋可以打入国际市场,又或许是纯粹希望当个榜样,总之李冰冰的英语能力绝对由不及格变成游刃有余。 极悍巨杀,绿船拍的神秘巨型海洋生物,巨齿沙灭绝真相成疑。 李冰冰慢慢有潜入身,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英文乐得能站上国际舞台。 李冰冰的厕所贴满英文笔记,会否把自己出工时间大大拉长呢? 如此时间都无好在对于学习英文这回事,李冰冰常以自身的经验来勉励别人。 譬如她曾说,如果30多岁的大龄学生都能从头开始学好英语,年轻的你也一定可以创造奇迹。 鼓励高考生别因考试成绩画的字线。 在一次接受记者访问时又说,不要觉得慢了,慢慢学,一句一句,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学,你学一个字儿就是一个字儿。 以身教告诉大家有心无怕实。 据《知理冰冰》为争取2008上映电影《功夫之王》的演出机会, 同系有成龙、李连杰等国际华人巨星,竟映住头皮把全英文剧本都背下来。 《功夫之王》的导演与监制都是外国人,所以视镜必须用英语表达,结果印试惊艳全场。 后来有听说他本来请了在外商公司工作的研究生帮忙,但剧本看见深连研究生都也束手无策。 最后冰冰利用空余时间利用手机的字典AP命查,并做了个完整的笔记逐步弄懂剧本内容,才完成视镜时的表现,为他赢得于国际舞台演出的机会。 《极汉巨杀》是前海洋生物皇者决斗,巨尺杀能轻松空苍龙。 这数年间,李冰冰演出的合理和电影《越来越多》《雪花蜜山》《生化危机之灭绝真相》《变形金刚》《歼灭史记》到今次的《极汉巨杀》以及还未上映的《泥巢》。 除了李冰冰冰本身的演技出众外,《英语能力优秀》也绝对祝她能得到这些机会。 《英文不好》如何跟外国导演或《极汉巨杀》男主角《鸡讯史达顿》Jason Statham沟通呢? 没一定的英文能力,如何与其他演员沟通呢? قة Before you see the stream 계속Ну 、其他演员沟通呢? 多许 six 下面还未将 の组论节目 provincie playing music joue поддерж 由于 communications